中式新闻的独家最新画面 带您看到台南市的小东路上 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车祸 火警 屋主的儿子指出 起火点是在二楼的客厅的电室突然爆炸 强大的威力是把窗户的玻璃窗框通通都给震飞 浓烟火蛇随即窜出 而屋主的头发被大火烧掉一大块 浓烟和火光从二楼窗户冒出 消防队员紧急入内抢救 看到了屋主一个人呆坐在一楼 赶紧搀扶他出来 五十岁的王姓屋主两眼呆滞 他的头发被烧掉了一大块 显然受到极大惊吓 紧急送上了救护车到医院救治 火警发生在台南市的小东路上 接下来晚间七点多 邻居听到了爆炸声响 随即民宅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 连窗框都弹飞到了马路上 爆炸点和起火点在二楼 屋主的儿子指出是电视机爆炸 为什么无用不会爆炸 好像是因为开太久 台南市消防队员20分钟内控制火事 入内查看一斤电视已经被烧的面目全非 至于电视机怎么会突然爆炸 有待火调科进一步调查